我们这一集讲香港的著名的河里活道 河里活道怎么著名 是因为河里活道上卖古董 河里活道是一个香港的教法 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 应该叫好莱坞道 河里活就是好莱坞的另一个译音 广东话译的 广东话译的都比较怪 河里活道它是1844年建成 很久远的一条路 长约一公里 它是继中环皇后大道以后 第二条历史悠久的街道 皇后大道是建于1841年 就鸦片战争以后 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那么它的定名跟那美国那好莱坞没关系 虽然名字是一样的 但一点关系没有 好莱坞才有多少年的历史 是吧 电影才有多少年的历史 这个河里活道已经到今天有算算 有17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这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 有人说得名于夹道上种植的那些东青 我也不懂 这我一点都不懂 还有人认为呢 是它名字取自于第二任香港总督 叫戴维斯爵士的一个故乡 英国有个地方叫布里斯托 就是这个总督的故乡 它附近有个地方叫河里活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 由于殖民时期的这种分离政策 我们知道这香港最初就是殖民地 我们香港回归今年是20年 我们得庆贺一下 回来20年了 那么在100多年前呢 从南京条约以后 这块地方就被划出去了 河里活道呢 所在的这个威多利亚城呢 被划为东西两个区 由英人就英国人和华人分居 当时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不跟中国人住一块 河里活道呢 就有两座代表性的建筑 一个是呢 旧的中区的警署和文武庙 文武庙一看 那个就是中国建筑啊 那中国传统的庙啊 那么警察署呢 一看就是英人创办的 警察总部 那么他中区的这个警察总部的 这个警署呢 建于1864年啊 是一三层的 这个古典式的一个建筑 他外墙呢 装饰结合了很多不同时代的 这个建筑元素啊 现在说的好听 就结合了不同时代的建筑元素 实际上就是一大杂烩啊 既有罗马的拱券 又有这个希腊的多利克式的柱子 以及巴洛克式的巨柱等等 就是把也是一锅会啊 就是一锅会 现在就是东北菜啊 大杂烩 那么这个文武庙啊 这文武庙现在还香火很盛啊 很多人喜欢算命的干什么都去啊 文武庙修建于呢 1847年 呃 今年是2017年 那怎么算起来呢 文武庙建了170年了 他供奉身受啊 这个信代的文帝文昌军啊 以及武帝观云长 这庙呢 至今香火鼎盛 每回我去的时候都有人 各种游客和当地的人啊 还有人帮我去求那个福 求福 人家说那求福得找人 得排队啊 一般人你还排不起那队 那么 附近有很多老百姓啊 就居住 居住在附近的 或者居住在香港岛上的人呢 就到那儿那个祈福消灾 这两座建筑啊 代表着两大权力核心 一个就是英国的 一个是中国的 这个象征着这个东西方的 这个啊 这个权力 同时呢 又有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碰撞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叫华阳共处 华是中国人 阳是外国人 华阳共处 让我们现在说就是中英共处啊 它有一个时代的特性 这地儿一开始啊 特别繁华泥乡 它是香港最早的两条街道嘛 一个是皇后大道 一个就是河里活道 那肯定 他不可能上来就卖古董 这古董业在这儿 卖起来是后来的事儿了 都是这路建完100年以后的事儿 古董业啊 最初在香港萌芽是什么时候 1949年 49年 新中国城里有很多古董商人 我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活着 就是当时从北京啊 或者上海啊 这些大城市呢 由于判定不了内地的局势 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有很多这个华侨啊 都纷纷的南下 现在香港这个站一脚 然后再往东南亚走 有的人就没走了 就在香港就驻扎下来了 所以当时大量的文物啊 就跑到了香港 那么这种文物呢 主要都是在民国以前做生意的人 带走的啊 跟还跟后来的那个 那个收藏还是有很多不同 而新中国啊 成立以后呢 因为这个文物迅速啊 就是头几年在公司合营之前 还可以经营 公司合营以后呢 就完全由国家控制 就少数的几个 这个国有的文物商店 能经营文物 其他人都不能买卖 买卖违法呀 我喜欢文物的时候 北京就三个地儿可以收购 全北京就三个地儿 其中两个地儿还是一伙的 那换句话说 就两个点可以收购 那么要买卖呢 你都得去北京指定的文物商店去卖 它卖呢 当时有经济指标 它主要是为了创外汇 它当时有一个词 其实听着都有点乐 叫少出多汇 细水长流 什么叫少出多汇呢 就是少卖东西 多创造外汇 我们这东西因为不能生产 文物是不能生产的 就叫细水长流 慢慢卖着 那么当时由于国内啊 对我们知道 对文化的这种 比较不怎么关心 因为当时的任务是经济建设嘛 所以这出路啊 这些东西的出路 只能向外跑 这时候正好是 欧洲和美国最需要中国文化的时候 因为东方文化啊 首先我们中国的文化不间断 五千年来不间断 其次对西方人来说过于神秘 真正西方人打开这条通道 是鸦片战争以后 所以香港就成了最佳的一个 一个聚集点 文物都源源不断的从大陆涌向香港 由香港向世界各地 通过各种渠道 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渠道 向往世界各地 那么香港呢 在这个49年以后啊 一直到70年代 这30年呢 它经济就迅猛的发展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呢 四小龙嘛 我们过去说四小龙啊 就是这个有新加坡 有香港 有台湾 有韩国啊 亚洲四小龙 腾飞 所以香港的经济呢 尤其香港的这个税收 是全世界最低的 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大批 有钱的 有闲的啊 这种收藏家 追求琴棋士话 收藏这个古董文丸 有的人就是为发财 有的人就是为了陶冶信心 香港还真的有一大批收藏家 我们老说啊 这收藏家 跟商人的区别 就在于收藏家 买东西 终身不卖 由儿女去处职 儿女愿意捐 就捐了 那就真的成收藏家了 儿女愿意卖 就卖了 卖了 你当时也叫收藏家 后面这东西 那宝物聚聚散散嘛 就散了 所以香港有很多大收藏家 过去的啊 现在还看不见啊 就过去的收藏家 就是到此没卖东西 都是死后卖的 比如 这个赵松岩 那么这些收藏家呢 就是当地的 这个收藏家 支撑了香港的收藏市场 还有一大批人呢 就是欧美的人 欧美人 欧美人有的人呢 是在香港 就是工作 工作就有闲暇嘛 有休息室嘛 闲暇就去买股东 慢慢一点一滴的收集 那时候高工资的人 就可以成为收藏家 为什么 那时候那东西便宜呀 你都不要说七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那河里活道上 很多著名的啊 就是那个 古董店里的 古董都便宜的要死 你要今天一想 处处都是漏 随便买都是漏 那么 最火的时候啊 香港有俩地儿卖 这个古董 一个就是香港岛 河里活道 河里活道的下面 是摩洛街 摩洛街再下去 是皇后大道 这三条街全卖古董 只不过品位不一样 这个河里活道 都是古玩店 一家一家 再往下呢 摩洛街那是摆地摊 那那都是一到周末 热闹非凡 摩洁街种 就是你都是人多 人几人 地上全是各种古董 你要喜欢古董的人 到那特过瘾 再往下走 就是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 有些大的古董店 都作为当时香港的 这个旅游景点 比如陈胜记 陈胜记是大的家具商 他那个店都 1960几年就印成明信片 就是作为旅游景点 那么最火的时候 是上个世纪的 80年代90年代 那么在九龙的香港酒店里 那个酒店有两层商场 二层和三层 全部是卖古董的 那个有有多热闹呢 每天早上起来 门口有排队的 你想想 这古董店门口有排队的 跟看病似的 都得排队挂号 说最火的时候 这个商店里说累的 从头到尾就是打包 早上一开门就开始打包 一直打到下班 就是不停地卖东西 那么现在啊 有些文献可以查啊 就是1970年 那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啊 1970年的时候 摩洛街上只有七家古董店 河里活到一家还没有呢 你想那时候很少很少 就古董是个小生意 他做不过卖酱油的 你现在真的不要认为 卖酱油做不大 卖酱油 你比如香港的李景记啊 那在酱油做的 那是天下第一啊 你想还有老干妈 你说能一卖酱的 能发多大财 人就要发一大财 所以发大财的 都是做小生意的 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72年 72年呢 才有第一家古董店 进入河里活到 河里活到呢 从那起就古董店 一点一点的增加 这个河里活到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段 就是在文武庙的西边啊 这一点路两边 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一个空间 全部都是做古董的啊 就这一段没多长 大概几百米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增加呢 到80年代 80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一开始 第一我们大量的文物外流 第二大量的文物出土 然后这条街 就变成了古董一条街 这东西怎么出去呢 咱也不知道 反正那时候 文物以奔流之势的 向外涌出去 涌到香港 香港经过他们啊 从新的这个这个销售啊 整理啊 最后分向世界各地 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 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 都是当年出自河里活到 河里活到最多的时候啊 有多少这个商户呢 大概有三百家 三百家古董店很多呀 你想想 你一家里停留五分钟 那就得一千五百分钟 一千五百分钟 一小时是六十分钟 十个小时六百分钟 二十个小时一千二百分钟 那就一天呗 你一天在一个店里啊 待五分钟 你全部三百家转下来 得二十四小时差不多 那么这些都经营什么呢 就是传统的古董啊 主要就是古董 这古董就包括瓷器啊 家具啊 古玩啊 很少有卖书画的 这很奇怪 就这古董店全是卖古董的 很少有专门卖书画的 有没有有啊 现在河里活到 往这个东边走 很多卖画全是卖西画的 油画的 那么这些古董店呢 它不是本地人经营 大部分还都是从大陆 迁出来的人 有北京人 上来有北京人 一口的精片子 一说话特亲切 还有上海人啊 有这个苏州啊 就是江浙一带的人 还有山东人啊 福州广东都有 他都是从大陆出去的 那么最初啊 这些店呢都是 什么客人大 是大客人啊 一开始是日本是大客人 日本经济好啊 日本喜欢文化 又看得懂日本人懂行啊 所以日本人一去不得了了 那就是出手大啊 后来等日本人这朝呢 退下去点吧 台湾就出来了 台湾人收藏呢 有意思 他一个是啊 回台湾卖 还有一个是他进大陆卖 所以就带动了香港本地 其实香港本地的藏家 并不是很多 至于东南亚啊 当然也有 就是有大藏家 比如菲律宾啊 印尼都有啊 都有各种爱好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港啊 世界各地的人都来 华人圈都来 所以呢他就不缺买家 呃 当时啊 很多外面的人啊 就是欧洲人啊 或者东南亚的人呢 对大陆是有误解的 所以到大陆不买东西 啊 也不知道 但大陆哪有卖的 所以都跑去香港 香港的商人几乎 俩礼拜就来一趟大陆啊 跑北京 然后都是合法的 买很多东西非常便宜 大批的运到香港 到香港就卖了 那么 这个合理活道啊 现在因为很多人呢 都是几代人经营 我知道在那里经营 有三代人的 就是他 有的人就就就说 跟就跟我说 说那个时候八十年代 其实八十年代 中后期我就开始去 合理活道啊 他说这天 这街上 每天早上 大量的东西运过来 都在开箱忙活啊 然后很多客人 居然一天跑三趟 早上跑一趟 中午跑一趟 晚上跑一趟 为什么 这个货物净货的速度 周转太快 你一不留神 好东西就被别人买走了 所以很多客人 经常在这里 跟行家切磋交流 有很多人恨不得 就在旁边买一房子 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有一东西叫手机 有一网叫互联网 是吧 随时可以发这个信息给你看 发图片 比如现在香港出个什么东西 人家说我给你看个 灯一个图片 一秒钟以后 就在你手机里 看得清清楚楚 过去没这个 都是靠 能打电话就不错了 能真正打电话 不心疼钱的时候 也就不过二十年的时间 在这之前没有这事 我第一次去 合理活的感觉啊 印象深刻啊 就第一感觉 兴奋 到那以后 呦这么多电影 呦这很有意思啊 每个店里都跟博物馆似的 什么东西都有 你看看见过的 没看见过的 在书本学到的 或这个没见过的东西 多了去了 完全就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我每家每户都进 进去就跟人聊天啊 能买的就买 不能买的就看 所以在那条街上呢 就是几乎每家店都认识 我差不多每家店都买过东西 因为为什么要买东西呢 我有一原则 你想跟这家人建立起一个关系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买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你认为可以买了 在可买可不买的情况下 第一次一定要买 在钱上面第一次一定要让 第一次买东西一定不要特抠索 给人一种东西建立一个不良的印象 你只要大方第一次 这个人永远认为你是个大方的人 你第一次小气 你后面大方十次 他都认为你是个小气的人 所以买东西第一次一定要大方点 我在那条街上认识过很多人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过去的大藏家徐展堂先生 我就是在那条街上认识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八十年代国人那时候还不知道收藏有乐趣 那香港当时拍卖的时候就基本上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想买的东西 只要日本人一出手 就大家只能看着 没法插手 我那时候呢 去拍卖会上看着 只能就看 根本就没有想伸手 因为那时候你没钱嘛 没钱你不可能买东西就看 第一次就是八十年代后期 大概不是八七年 就是八八年 买一件打青花盘子 然后呢就看徐先生不停的举 最后这东西过千万 那时候过千万 八十年代过千万比现在过亿还多呢 那时候那个一千万块钱 比现在真的一个亿还多 现在有一个亿的人太多了 当时满场掌声雷动啊鼓掌 后来这徐展堂先生就获得了一个雅号 叫抗日英雄 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日本人摧翻 一般人都摧不翻 那时候他叫我去啊 在河里活道上啊 聊天啊 逛个古董店 因为他是大买家 进哪个古董店 都有好茶伺候啊 都有人招待 然后呢 到那拿东西看 他呢是这样 他的在专业上一开始他不行啊 因为你想想一个一个成功的商人 那时间都去经商去了 他怎么可能鉴定这古董呢 但是他有办法 他有很好的制度 他这样啊 我看你这东西了 多少钱说好了 他就马上给你开一张支票 这支票 我第一回知道 这银行的支票里有一种东西叫期票 什么叫期票呢 比如这东西值十万 我给你开一十万啊 就是说这个我十万块钱我买了 我给你开一十万 但我不开今天的日子 我往后错半年 我说开半年期票行不行 那很多卖家说行 没问题 他就把这个日子 比如今天是三月一号 那就把日子改成九月一号 错半年 然后到九月一号的时候 这张期票往银行一搁 钱就出来了 保证这钱就付了 如果这个到时候不付钱 他有两种票 一种票呢是银行本票 是百分之百银行付你钱 还有一种是个人支票 你的行话叫跳票了 一跳票 你的人信誉就没了 这么大的生意人 不可能为你这点钱跳票啊 所以大家都宁肯 晚拿点钱 也愿意当时把东西卖出去 但有一点 如果你东西出问题 他可以只付这半年 之内可以只付 所以他用半年的时间 开始研究 把董行者能叫来让他看 说你看这东西对不对啊 大家说这东西对的 没有问题 那好 这东西到日子就兑现了 如果人来了都说这东西 有点靠不住 这东西假的 他就跟银行一说 这张票就废了 所以我当时可羡慕 这个香港这种 七票 我们到现在 中国人不开支票 现在都是银行卡吧 要不然就是现金吧 是吧 到现在我们的支票啊 就单位之间的支票 都是当天的日子 没有人开过七票 七票这个东西 对生意特别好 它等于有半年空闲时间 占人半年时间 也七票也可以开三月啊 也可以开俩月 那随你 如果你没有逛过河里活道 你就不知道那时候 那股东店有多狂 就是你的一级你眼睛不够用的 为什么不够用 东西太多呀 我记得八十年代 我去这个河里活道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到 中国人买 中国人就少数的几个大买家 国内没有人去啊 我去也不是为了买 我去主要是为了看 为了学习 那么当时主要的客人 就是日本人最多 其次就是欧美的 那么这事很奇怪 就是欧美的一流的商人 都收藏 日本也是这样 无一例外 但华人圈呢 一流富翁基本上都不收藏 这个很有意思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亚洲人 亚洲华人 华人 一流的富翁 好像对这个都不亲 都是对前亲 所以徐先生呢 当时在世界各地 捐了很多钱 他在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香港 上海 南京等等 他都捐过馆 你不如你今天去 这个上海博物馆去看 上海博物馆的陶瓷馆 上面写着 徐展堂陶瓷馆 那陶瓷可不是 徐展堂先生捐的 是当年他捐了 一百万美金呢 给他命一名 这馆名是他的 你比如他去这个 这个加拿大 去加拿大 去看这个 安德烈这个博物馆里呢 有很多中国文物 他说这东西 为什么不展呢 当地人说没钱呢 他说那你能不能展出来 展出来得需要钱 他说钱我捐 只要你把它展出来 结果安德烈博物馆 就把这东西全展出来 徐展堂先生就给一笔钱 这东西到现在 我们今天能到那个博物馆 去看见 是真的感谢徐先生 徐先生后来就是 走的时候岁数还真不大 不到七十 就是突然心脏病 很晚夕 他走的时候 我还写过一篇 这个文章怀念他 那么我在这个 河里活道上 还碰见过 这个很多藏家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大藏家 香港大藏家 叫杨永德 你今天如果去广州去 我老说啊 去南越王牧博物馆 里头那磁镇 全是杨先生捐的 杨先生特有意思 那人就比较 比较豪爽 听说我去了呢 就跟我说 打电话 找人找我 找我说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 老说了 然后我就去了 你想香港大富翁 请我吃饭 我肯定很高兴 我就去了 说约在 这个这个 河里活道 来在哪个号 谁的店里 一进去 他在那坐着 你想想你到了 古玩店里 第一件事 就是特希望人家 从柜子里啊 从私密的地方 把东西拿出来 让你看 人家拿出来看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看着看着 他有钱呀 他高兴说 这个我留了吧 这个都不问件的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大买家和大商人之间 价钱是基本公平的 不能说你说 这个我留了 宰你一下 都不可能 然后看着看着呢 就忘吃饭这事了 忘了以后呢 等想起来的时候呢 就说大家对吃饭 没什么兴趣 尽管是他请我吃饭 他说那饭我还得请 那怎么办呢 叫一外卖吧 叫一汉堡包 我记得特清楚 叫了几个汉堡包 还有薯条什么的 捏着就吃了 吃完了 就算他请我吃饭了 世界级的大藏家 请我吃饭 也就是吃一汉堡包 我在河里活道 跟很多商家 都买过东西 有的人呢 都走了 这个 比如我记得啊 我第一次认识一个英俊小伙 叫叶伟特 他二十岁我就认识他 小伙子长得英俊呢 当时是在香港酒店 那时候他的生意还小呢 卖珠宝 在香港酒店 我也不买珠宝 就是觉得他英俊 就跟他多说几句 后来他就搬到河里活道上 是吧 买玉器 我在那也买过几件东西 后来叶伟特呢 就患了重病啊 他四十多岁吧 就就走了啊 就是很快走了 我现在想啊 人生都是这样 人和人之间 这么多人啊 全世界七十亿人 你认识的人都是缘分 甭管在什么条件下 你跟这人有过交集 就是你买过东西 就叫交集嘛 就是一个缘分 所以叶伟特走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当时我听完以后 他比我小好多嘛 至少比我小十好几岁 我就想起来就难过 就写一篇导文 我觉得我的导文集也快出了 写导文呢 是平复自己内心 失去朋友的那种悲哀 所以像徐战腾先生 我也写过 叶伟特先生也写过 虽然他们俩的身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朋友 合理活道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那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走私种地 我告诉你 中国有很多博物馆的东西 都是在那买的 比如上海博物馆 当时马成元 馆长 先逛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个秀迹斑斑的青东西 是吴王夫拆的一个河 就买回去了 还有就著名的大学买的一大堆 这个秦简 汉简 我们很多博物馆 都悄不声的在河里活道买过文物 我也买过 因为有很多文物都是你可遇不可求 文物这东西很有意思 有的文物是有虫样的 或者有类似的 有的文物你这辈子就看见一回 你失之交臂就失之交臂 你能逮住就逮住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东西就老想 我下回还有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没有机会看到 我就宁肯多花点钱 那么摩洛街 摩洛街在河里活道的下面 就是所谓上面是按山上说嘛 就是它比它低一点 那么摩洛街本身也分上街下街 摩洛街呢最好玩的时候 就是九十年代 摩洛街最初啊 在香港开部的初期呢 他是那些水手啊 比如印度水手士兵嘛 喜欢在这里 这个吉他摆东西 当时香港人呢 把印度人呢叫 叫摩洛钗 摩洛呢是指 这个这个这个头上那个毛巾啊 你知道这个印度 信奉西克教的那个人呢 巴基斯坦人都脑袋上缠着 他有时候 这个到现在香港人还管他们叫阿叉 就是脑袋上那个 那个这么来回叉着 馋嘛咱都不会 叫阿叉 那么这个摩洛街呢 在这个很早 它比河里活道的古董街要早很多 它在1920年左右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旧货的买卖市场 说白了吧 它就是个料地摊的 这条街根本就没多长 也就有200米吧 很狭窄 最繁华的时候 那人能走的地方就剩一米宽 剩一地上全是古董 我今天回想啊 这日子过得快 我最近老说这句话 为什么速度大了 就觉得日子就是过得快 我想我第一次去至少30年前 30年前 那个摩洛街那个景象啊 今天想起来都还激动 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把这么多好东西集中在一地摊上